五月的京都,海棠四锦,一天连续两个八百里急报飞驰而来,一个捷报,一个复告,敖战三年的敌国兵败投降,我大梁大胜,随军先锋,小国公成宴,回国途中被袭,坠崖而亡。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后院整理花圃,很快,敌姐的内宅传来了纷乱的哭喊。 承宴,梁国公的独子,当今皇帝的亲外甥,也是敌姐的未婚夫,再有一个月就是他们成婚的日子。 我虽没见过承宴,也听过她是一个风姿卓绝的人物,家事,地位,人品,才华,都是一等一的好。 要不然,我那儒学未到的爹爹,也不可能宁愿被人诟病,拉下脸来,作为女方去主动求亲了。 当然,敌姐喜欢承宴,已经到了痴魔的地步,日日缠着爹爹去说美。 爹爹是敌姐若掌上明珠,才做了这一辈子最出格的事。 未曾想,国公府竟答应了。 婚约也震惊了京城,皇帝都下旨祝贺。 爹爹欣喜若狂,多次告诉我们,嫡姐是我家的金凤凰,白家光耀门楣,全指着她了。 自此,我们姊妹几个,对嫡姐更不敢有半点忤逆。 得到这个消息,我能想象,爹爹的梦碎了。 嫡姐的人,应该也碎了。 一阵乱风吹过,果落的海棠迷了我的眼。 心里是有点难过的,不是为了爹爹,更不是为了嫡姐。 单单是为了那个意气风发的人,就这么消失了。 就像这落叶海棠一样,着实让人心骄。 二小姐,老爷喊您立即去前堂。 小丝急慌慌来报,有点诧异。 我在白家,就是个连高等下人都不太如的,小透明。 从来不配参加,家里的大事。 毕竟,我娘是被全家看不起的外事。 她死后,我才被接到白家大宅。 前堂坐满了人,老老少少,都是白家得高望重的长辈。 爹爹一生无子,只有我和嫡姐两个女儿。 嫡姐,此刻她正依偎在大夫人的怀里,哭得浑身发抖。 我想藏在人群之后,继续做个小透明。 可大夫人一眼就看到了我,竟推开了嫡姐,走过来把我拉到众人面前。 堂儿,你终于来了,快,到为娘这儿来。 大夫人厌恶我的母亲,向来不跟我亲近。 刚来时,我学着姐姐的样子,当面喊她娘,就被她长了嘴。 告诉我,要有规矩,喊她大夫人。 和下人,对她的称呼一样。 如今,她拉着我的手,一句为娘。 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从今天起,白糖就记在我名下了,是我嫡亲的女儿了。 大夫人不容我反驳,将一支玉镯生套在我手上,眼底尽是慈爱。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很快,我就知道缘由在哪。 中堂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牌位。 上面赫然写着,虎威将军,少林后成燕之灵位。 老梁国公夫妇艾子新切,敬请了旨意, 让嫡姐和她死去的儿子的衣冠种成婚。 这对白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可皇帝爱生心切,又追念成燕的功绩,竟然应允了。 满朝官员和京城百姓,也都感念成燕的为国捐躯,竟无一人替我爹爹说话。 如今,奉旨成亲,已是躲不掉的,只不过圣旨说的是白家嫡女,并没有说具体的人。 他们的意思,便是让我代替嫡姐出嫁。 满堂长辈,七嘴八舌的诉说厉害,要我以大局为重。 我站在人群中,眼泪在矿里打转,身上有些抖,想必脸色也很是白的。 这让他们觉得,我是不愿的。 一直不语的爹爹终于走过来,极少的,这么近距离的,打量着我,胡须有些抖。 唐儿,自小你最是懂事。 你姐姐的婚事,关乎到咱们白家的家族命运,它是咱们全家的希望,不能就这么毁了。 所以这一次,就当你帮帮爹,算爹求你了。 说着,他竟颤颤巍巍地跪了下来。 我面色苍白,心里却稳如明镜。 这一招釜底抽薪,我若是不答应,想必在白家也会人人喊打了。 我重重扣了一个头,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看着众人。 爹,只要答应我三个条件,我愿意替姐姐出嫁。 我曾暗暗发誓,在我二十岁之前要完成三个愿望。 其一,将我母亲灵位,移入白家祠堂。 毕竟,落了祠堂才能被祭祀,娘在那边才会过得好。 其二,开上十个商铺,当个逍遥自在的包租婆。 第三,彻底离开白家。 今年我刚急急,这不就做到了? 这三个条件,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十个商铺跟家族命运相比,他割舍得干脆。 嫁给亡人,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守活寡的耻辱。 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自天降大运了。 名义上的,我是侯府夫人,那也是一线贵族,别管背后脚舌根的多少。 最起码,当面没人敢欺辱我。 嫁妆封后,整个白家还欠了我一个大人情。 据说梁国公夫妇许诺。 只要白家答应成亲,就单独给心妇一座妻近大宅,不会与他们同住。 没有男人,不似公婆,有大把的钱财。 这不就提前实现人生自由,简直是一件好多雕的美差了。 那天,我哭得梨花带雨地回到闺房,开心的半夜都没睡着。 娘,你喜欢了爹一辈子,却始终进不了白家大门一步。 闭眼那天,你攥着我的手告诉我,这世界上,情爱就像脆了欢毒的刀,只有银子才是最亲的。 我紧紧握着那石铺钥匙,想着娘的模样。 娘,你放心,我这辈子,一定过成我喜欢的样子。 成亲的那天,万人空向。 我内里穿着笑衣,外面罩着大红洗裙,手中抱着沉甸甸的牌位,就这么上了成家迎亲的轿子。 爹爹和夫人,想在众人面前表现得护女心切。 可他们焦急地想要把我嫁出去的心,我感受得真真切切。 毕竟,是怕我当场反悔吧。 上教之前,嫡姐私下找到了我。 她平退了所有下人,一改那关心的语气,满是居高临下的施舍。 二妹妹,你不用觉得委屈,你娘本就是个不入流的卖畅的,若不是爹爹西下人少,你也不可能尽我白府。 你名义上是白家二小姐。 实际连我母亲的贴身磨磨都不如。 按理,你不过就找个穷酸书生或者装护人家了,给人家做牛马去。 现在虽然你守了火寡,但好歹是侯爵夫人。 你记着,这是我让你的,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忙,你飞上枝头,也别忘了姐姐我的好。 巴拉巴拉,我原以为,哪怕平时感情不好,此刻我既出嫁,她也得说点长情的话。 没成想,出嫁当天,还想压我一头,狠狠地给我一个下马威。 也罢,这十来年,我对她恭恭敬敬,不曾半分违逆。 现在我都要走了,不想再惯着她。 手中的胭脂粉,不偏不倚地,砸在她精心打扮的妆容上。 这场明冻京城的婚礼,碍于国公府面子,还有对我的好奇,大多数的达官新贵都来观礼的。 我听得大夫人跟嫡姐说,香儿,你好生打扮,在这人群中再寻一个众议的,别浪费了这热闹的场面。 所以,白香的妆容,比我这个新娘子还要华贵,足足收拾了三个时辰。 此刻,她已是满脸红粉,衣服也都染了,整个人像个斗鸡在那,又惊又气。 妹妹,我今天大喜日子,实在是手抖了,对不住了嫡姐。 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放心。 我会记得你这个恩情。 晚上,我对着我夫君的牌位,会好好地跟她诉说下,你是怎么费尽心机,又逃婚,又想另觅心绪的。 她要是知道,你对她的深情,不过是一场利用,半分情意也不存在,想必她得从我床上,连夜跑到你床上,问个清楚。 嫡姐,你怎么了?脸色白什么,这胭脂多好看,像个鬼哦,厌鬼,跟我的夫君好般配啊。 白香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可能从未想过,我平时连个不字都说不出口的人,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的刁钻阴阳。 你,你给我闭嘴,她气急之下,竟打翻了立在桌子上的牌位。 嫡姐,你怎么了?手抖什么? 你看我夫君的牌位,都被你气掉了。 放心,即晚我夫君会来找你问个明白。 你看,她就在你身后呢。 嫡姐尖叫一声,慌得跑开了,嘴里连声疯子,你有病,真疯子。 我看她那惊魂失魄的样子,一阵大笑。 嘖嘖,早知道发疯这么舒爽,平时就不装小白兔了。 看到牌位还在地上,我慌得捡起来,连忙擦拭干净。 双手作衣,败了又败。 成公子,小公爷,少林侯,小女子不是有意冒犯,我知道你喜欢白香。 但我这嫡姐员就配不上你,我就是替你教训她一下。 你莫怪莫怪,晚上可别来找我,别来找我。 死者为大,我也是有点子怕的。 婚礼办得十分盛大,但只因我是一个人,也省了很多繁琐流程。 纵使这样,一天下来,我也累得抬不起腿来。 送走了宾客,进入洞房之前,我拜见了公婆。 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拜堂的时候,我是蒙着盖头的。 只一眼,我就惊讶于公婆的相貌。 像是从言情话本里走出来的人物,天人之姿,有凤求黄。 只是失去儿子打击过大,夫人略显憔悴,却也掩饰不住那清澄容颜。 突然的,我就伤感起来。 父母这般耀眼,那他们的儿子,程燕,甘生得多么好看。 真是天度英才了,我恭敬地跪倒在地,叩首。 心腹,替夫君成郎,给父亲,母亲大人,磕头问安了。 婆婆连忙下座扶起了我,再抬头,她眼里掩饰不住的泪。 能看得出来,她开心了。 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话。 公公只吃了一碗茶,一言不发。 只是我告退的时候,把陈殿殿的一把钥匙交给了我。 新宅正在装修,你先在我们这委屈些时日,等那边收拾好。 你再搬走。 他们的坦诚,让我震惊,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相处。 见我愣神,婆婆却踢了公公一脚,又拉着我的手道。 你爹爹不是赶你走,是怕委屈了你。 你愿意在我们这就长期住着,烦我们了,就随时去侯府新宅子。 那装修风格还是按照燕儿喜欢的布置的。 若是哪里不如你的意,你尽管更改,想必你喜欢的,燕儿也是同意的。 我听着婆母的亲切叮嘱,仿佛就看到她呵护成燕的样子。 而身经百战的公爹,见到我故作深沉的关切,竟因为紧张。 他们告诉我,不必晨起昏定,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想吃什么就叫小丝去买。 衣服细软,吃穿用度,变着花样地往我屋里送,就是公爹奉旨寻查,竟给我带来塞外的小玩意。 我自出生到现在,除了我娘,从未感受到如此真切地关心爱护。 想必,他们是想把对儿子的疼爱,双倍地夹在我的身上。 我有时候偷偷跑到祠堂,抚摸着成燕的牌位,告诉她。 你爹娘特别好,放心吧,我会加倍孝敬他们的,替你一起孝敬。 按照礼仪,红衣撤去,我穿了三个月的白衣,才回娘家探望。 公婆早告诉我,想回便回,管她那么多规矩。 可我依然遵守,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踏入白家。 但替夫带孝的日子过了,再不回门,就会被坊间耻笑了。 我不怕这个,但是今天是我娘的忌日。 我一身诉稿回了娘家,一进门,我就知道,不合时宜。 爹爹和大夫人正踢红挂彩,招待贵客呢。 还有很多高官显贵陪坐,宾主正频频举杯。 杜云,心境状元,公布侍郎,皇上弟弟李亲王义子甘殿下。 今年,最是风光无限的人物。 我看到嫡姐对她顾盼流离,殷切得很。 原来,这就是爹爹给白香,心寻的良配。 我的回来,撞破了他们其乐融融的性质, 显然爹爹早已将我娘的忌日抛之脑后。 堂儿,这是杜侍郎,还不见礼。 这是你将来的大姐夫,你行个大礼也不为过。 就是,二妹快快给公子磕头。 爹爹一家三口拼命示意, 而周围的宾客纷纷投来看戏的目光。 我再明白不过,他们要什么了? 京城麒麟榜,成燕第一,杜云第二, 每每排名,成燕必压杜云一头。 据说在很多场合,成燕一出现就必抢杜云的风头。 坊间流传着,既声云和声燕的说法。 如今,爹爹想要抓住这个准女婿, 抱她的大腿,必然要有个头鸣状。 倘若,我这个成燕的侯爵娘子当众跪拜杜云, 那她的名声必然会大噪。 也帮她出一出,我王夫活着的时候处处压她一头的恶气。 可他们忘了,我现在不是那个贱人就跪的小丫头了。 我盈盈走过,端起一杯酒。 迎上窥然不动,一脸傲然等着我参拜行礼的杜侍郎。 恭喜杜公子了,敢问,侍郎是极品。 不才,正三品杜云笑答,嘴上谦虚, 那尾巴却要跳上天去了。 堂中一阵赞叹恭维,让杜云脸上更加得意。 即使我将来的二姨妹,就不要见外, 见个礼,我自当包个红包, 补上你和程艳大婚的贺宜。 我恍然大悟。 失敬失敬,那请问侯爵是极品。 她一愣,什么? 我提高了声音,一等少灵侯是极品, 那自然是超品的。 哦,那国国告命是极品。 我说着掏出告命的印信,高举在手里。 这是婆婆特意跟皇帝求来的, 说是送我进门的第一个大礼。 还没来得及召告天下。 国国告命,一品,少灵侯爵夫人,超品。 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见者大礼参拜。 我今日带来这印信,是为了祭奠娘的时候, 给她显摆一下的。 没想到在这里用上了,所有人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毕竟,国国夫人已经很少授予人了。 就连我爹和大夫人都有点腿软地想跪倒。 今日是家宴,各位长辈无需多礼。 我看着,嫡姐和杜云脸色虽难看, 却也松了一口气。 哎,我说长辈无需行礼, 杜公子,你虽将来是我的姐夫, 可初次见面,应先遵着朝廷制度。 那一天,光鲜亮丽被众星捧月的杜云, 就这么生生跪倒在我面前, 行了三拜九寇大礼。 厅里尽若寒蝉, 只有她华丽的衣摩擦地面的声响, 还有就是白香, 实在憋不住地阴阴哭泣。 她磕完头, 我直接把酒撒在了她面前, 就当对我娘的祭奠。 当朝三品大圆, 给娘你磕头, 够排面了吧。 扔完酒, 我转身就走, 全然不顾跌跌的脸色 已经降紫。 身后, 传来渡云, 砸掉酒杯的声响。 还有众人想化解尴尬, 却又乱作一团的, 无用安慰。 走出门外, 阳光正好。 我突然笑笑, 抬头看着空中大团云朵, 像一个将军纵马驰骋的样子。 承宴, 我虽没见过你, 既已是你的妻子了, 那必然, 要护着你的。 你可, 安息。 据说当朝新秀杜云的遗柜, 彻底让我在京城走红。 不过不是什么正面赞赏, 大多是奚落和嘲讽, 甚至还有更多的妈妈。 不知道走得什么狗屎运, 竟然被封一品告命, 她一个树出的丫头, 也配。 可不, 还不是仗着老国公的宠爱, 敢当街羞辱咱们杜侍郎,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白家大小街被他欺辱得直哭, 哪有当众羞辱自家姐夫的。 说到底, 我看是眼蝉杜公子才对。 活该, 一辈子富贵又怎么样, 到头来还不是寡妇。 其中大多的诋毁谩骂, 应该是出自白乡之手, 毕竟她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小姐妹的。 还有一部分, 说是来自京圈贵族的小姐们。 坊间恶骂四起, 可我并不在意, 跟着我的小丫鬟逃之, 委屈得呜呜哭。 我笑她, 不与傻瓜论短长, 小姐我呀, 还有正事要做呢? 我的正事, 自然是赚银子。 他们骂得越脏, 我的生意越是红火。 除了我十个陪嫁的铺子, 成家的许多商铺, 公婆也放任我打理。 我梳理综合, 链接了相关的产业买卖, 做成了上下一条龙的服务链。 再加上我恶名加持, 百姓乐得看热闹, 酒楼, 钱庄, 绸缎铺的生意, 可谓日进抖金。 我越是穿金带银, 甚至骑着高头大马, 在大街上招摇而过。 伴随着百姓的惊呼, 还有京圈女眷们的怒骂。 我的生意越加得好。 公公又出了公差, 需要几个月之久, 婆婆说要调理身心, 也跟她一同前去。 所以京城, 并无有一人护我。 可这段时间, 我过得无比自在舒心。 我时常磕着瓜子, 捧着教导桃枝。 人要活得痛快, 除了用点三十六计, 还是要有点不要脸的心态在的。 怎么个不要脸呢? 小姐, 小丫头若有所思, 她扯下你的头纱, 你便撕掉她的裙摆了。 白箱的裙摆就被撕碎在八月中秋。 这天清晨, 城门刚开, 百姓才起。 郊外的书局的小厮, 就带着一套新刊印的丛书, 赶到了国公府。 也代表着, 这本书已经上市在京城的各大书院。 同天, 九四茶楼里的说书先生, 以此为蓝本, 说得眉飞色舞。 这是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亲自撰写的一个言情画本, 把我自小, 从白府见到的烟渣室。 一股脑的变成故事, 主人公, 自然是内乡欺辱亲妹, 以身换权, 攀龙赋凤的白箱。 当然, 我用的是画名, 一经发布, 全程轰动。 街头巷尾议论白箱的, 大有超过我这个妹妹的架势。 这一天, 白府连续三次来国公府, 务必让我回娘家今夜团圆。 我知道, 我爹这是要给他宝贝女儿, 白箱出气的。 据说, 白箱因为这本书, 哭了整整一天, 险些投井自尽。 当然, 我知道他就是做作样子而已, 声名狼藉, 不过在一面之间, 就算是给他几个月以来, 编排我的一个教训吧。 自此以后, 我便和白家无瓜葛的好, 和白箱最好再也不见。 可到了晚上, 突然来了旨意, 梁贵妃于避暑宫设宴, 请我前去赏月。 这梁贵妃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为人雅致风流, 特别爱交际。 皇帝宫外特建一座皇家别院, 特别赐与梁贵妃和亲朋相聚游玩的。 我和她并无交集, 以为又是婆婆的安排, 于是赶紧收拾好, 赶了过去。 我进到宫愁交错的正殿里, 宴会早已经开始了。 我束缚进入辉煌大殿, 音乐声, 嬉闹声戛然而止, 几十双眼睛, 齐刷刷地落到我身上。 我其实早就出门了, 可传消息的工人, 却故意让我晚来半个时辰。 我不解, 为啥这工人故意给我难看, 直到我看到, 坐在旁边, 搭扮得异常靓丽的白香。 我才知道, 这是个月无好月的鸿门宴。 我快速扫过大殿上的营营鸟鸟, 心里越发坚定判断。 坐在主位上的, 是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 眉眼里的字意和孤傲, 哪怕跟旁人喝酒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身上缠绕着凤鸾金丝带, 更是皇家身份标志。 但她绝不是梁贵妃。 贵妃今年三十有六, 她仅仅才二十出头的意思。 在看两排围坐的这些女人, 绝没有超过三十岁的。 大都是二十左右, 虽然贵气得很, 但大多数还应该带子归忠。 尤其是一个个, 那脸上写满了看笑话的样子, 毫无半点诚服可言。 总之, 这根本不是什么梁贵妃组织的赏月宴会。 毕竟,贵妃的圈子, 那可都是命负夫人的, 心里再看不起, 脸上也是如沐春风的。 这是个低端局, 好说。 我露出笑脸, 跟所有人见礼的话还没说出口。 坐在主位的姑娘, 突然把汤匙置在桌子上。 砰一声, 汤汁四溅。 谁在当职? 管理如此松散, 什么阿猫阿狗都进来了。 有宫人跪倒, 郡主恕罪, 奴才这就将人赶了出去。 郡主, 我似乎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京城很大, 皇亲贵族很多, 但被叫做郡主, 甚至还能来到这皇家别院宴请的, 屈之可数。 萧随欣, 皇上弟弟李亲王的掌上明珠, 皇上的亲侄女, 梁贵妃又是她的亲姨母。 最最重要的是, 杜云既是李亲王义子, 那也就是这位郡主的义兄了。 难怪, 我还那么白乡怎么会混进这样高层的圈子。 原来是, 人家是替她一凶来出气了。 我给桃枝使了个眼色。 桃枝自从跟我到国公府, 天天被我洗脑, 脑袋变得灵光起来。 她清了清嗓子, 少林侯夫人道。 我昂首阔步走向中庭, 款款站立在大殿上。 打扰诸位的雅兴了, 我今天前来, 就是要抓一个罪犯。 那思跑到这皇家别院, 真是让我好找。 众人一正, 很快就叽叽喳喳议论起来, 语气多是不屑。 郡主冷哼一声, 一脸自信道,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到我姨母的别院来拿人。 如果没有, 你就有惊扰皇家的罪过。 自然是真。 极好, 郡主呼地站了起来。 那人是谁? 何日作案? 哪怕作案, 也是你一个寡居的身宅妇人能管的。 我抬手指向郡主旁边侍奉的工人。 我要拿的就这位公公。 全场哗然, 连公公都一脸发懵。 就在今日身十三刻, 这位公公来到我国公府, 传贵妃旨意, 让我有时来皇家别院, 赴宴。 我声音陡然而起, 如今看这场面, 分明没有贵妃, 也没有宴情, 我的意思。 这位公公岂不是假传贵妃旨意, 谁不知道咱梁贵妃, 一字千金, 平易尽人的。 这公公, 假传旨意, 污染贵妃名声, 戏弄少林侯夫人, 该当何罪。 那位公人脸色越发惨白, 深知高层斗法, 他就是个炮灰。 吓得慌忙跪倒, 对着郡主连连求救。 郡主不必替他说话, 凡是来访人员, 我国公府均有造册记录, 我可是在国公府中堂街的旨意, 全府均能作证。 我是寡居妇人, 可我国公府的证词, 哪怕是到了陛下那里, 也不能不作数吧。 如此, 郡主还不将这宫人拿下? 如若郡主不拿, 我就去荆棘府引纳, 报官了。 吵架本就是气势第一, 何况我还站立。 当时这位方公公传指, 明确让我等两个时辰再出发, 我就有点疑惑。 等待的时间里, 我也没闲着。 大听到, 这位公公叫方敏, 是皇公别院几个管事之一, 最近颇受梁贵妃喜欢。 大有上升别院总管的意思。 我断定, 这样的奴才, 郡主也不可能做出 丢居宝帅的事情。 果然, 我的质问让大殿陷入尴尬气氛。 这些贵女们, 一个个变得吞吞吐吐, 似乎被我吓到。 尤其是郡主, 脸色已经红黑不定, 而那方公公, 还在磕头如捣蒜。 这人群里, 还是有眼色的, 连声禀报郡主。 我见过请客名单, 是有少林侯夫人的, 郡主你多忙, 可能忘记了。 没错没错, 少林侯夫人在京城名气很大, 我们也很想结交, 所以才请的。 哎呀, 这本就是个误会。 方公公这么尽心尽力的人, 怎么可能假传旨意? 是是是, 误会而已。 几个女眷都围过来, 嘻嘻哈哈地化解矛盾。 我不动声色, 直勾勾地看着郡主, 郡主的脸实在有些挂不住。 原来是个误会, 那怪本郡主忘记了。 来人啊, 给少林侯夫人看座吧。 我没客气, 直接坐在了上手手座。 女眷们都气鼓鼓地, 纷纷落座。 他们频频举杯, 我只管饮酒, 吃美食, 养精蓄锐。 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结束, 第二波挑衅很快就来了。 郡主突然平退了乐师, 对我说, 既然来了就玩个游戏, 都是好姐妹, 提一杯酒问一个问题, 又有趣, 又能快速熟识, 少林侯夫人日夜空房之苦, 让姐妹们好好给你疏解疏解。 女眷开始车轮战惯我酒, 这实在是有点态, 欺负他们了呀。 我娘确实是个卖唱的, 我没继承她的唱功, 却继承了她的酒量, 确切地说, 应该是超过了她的酒量。 曾经在那个漏雨透风的小屋子里, 我娘看刚满十岁的我, 偷喝掉她亲自酿的一坛杏花酿。 事后, 我只睡了一天, 连请郎中钱都省了。 从那时候她告诫我, 对外只需喝上一小盅酒醉。 进入白府以后, 我也是这么藏桌的。 所以每次走行事的家宴, 白乡都会灌我取乐, 我也乐见其成。 直接晕倒, 然后被桃枝扶回小院。 我俩重新倒酒, 整个小烧烤才吃得痛快。 我扫过众人, 一眼落到白乡脸上。 果然, 她眉目中的戏血, 呼之欲出。 可见, 这罐酒, 使她的主意无疑了。 既然, 脸都伸过来打了。 那我不动手, 可是我的失礼。 你平时在家中做什么? 没有男人寂寞不寂寞。 你娘是卖畅的, 低等下贱, 是怎么勾引白夫子的。 据说流行市场的 三水梨花路是你写的, 还把白夫子弃病了, 白大小节被你害得险些头颈。 你是怎么勾搭上小国公的? 说你们俩是私定终身是吗? 那风采的人物, 怎么会看上你? 你是继承了你娘的狐媚功夫吗? 成将军横死沙场, 是不是因为跟你定亲? 还是他宁死不想娶你? 我要是你, 就一尺白绫, 追随小国公而去, 你还是不够爱啊。 画风逐渐离谱, 全是人身攻击。 来人, 换大碗。 我扔掉了手里的酒杯, 开始反向灌酒。 这可是随心郡主的宴会, 我还以为进了九四茶楼 烟花柳巷那臭不可闻的脏台子, 乱饮馆呢。 既然郡主定了规则, 那我回敬, 你们也要喝。 面对着一碗碗的酒, 很多人都面露难色, 但想把羞辱我进行到底, 他们也豁出去了, 全都端了起来。 我平时在家孝敬公婆, 打理商铺, 操持家业, 我日赚百金, 夜赚千银, 舒爽得很, 不像你。 婚后没有男人, 就过不下去日子, 日日伸手要钱, 夜夜讨要利盈。 你夫君高兴多给你两个, 不高兴给你个耳光, 你也瘦着。 你虽是人妻, 不过是他手里的一个工具, 白天用晚上用, 用烂了, 你家夫君自然会换心的。 我娘卖唱不卖身, 自食其力红遍小镇, 白夫子游学遇见我娘如春风入户, 枯枝欲春雨, 自然生桃花。 她百般求取, 从未提及大夫人。 不然, 我娘刚烈的性子, 那一准不会有我了。 你问得好我要多敬你一杯, 以此为我娘正正名, 是白家愧对我娘。 我和小公爷是陛下赐婚, 婚书聘礼一样不差, 何来得私定终身? 你都说了承宴这般风采, 在座的就有多方脱眉的。 哦,张小姐你好像还去了好几次, 她没看上你, 也没看上别人, 单单看上我这件事, 不是足以证明, 我比在座的都要好, 要好得多。 狐媚公父我倒是不会, 但是我进了国公府, 婆母公公对我称赞有加, 全京城都知道我是个好儿媳, 跪上一天的收益, 就够你吃三年了。 王小姐, 人穷至短, 不怪你说出这样的话, 狐媚公父我倒是不会, 你要是想学, 我可以请封月楼的头牌去教你。 银子我出, 只是你学成了, 来我国公府为我媚上一媚。 让我开心开心就好。 我转向那个说 承宴逃婚自杀的人面前, 一杯酒泼了上去, 酒水混合着腌制水粉, 把那女眷的脸揉成大花脸。 所有人都被惊了一跳。 我夫君为了大梁鞠躬至尾, 她的死是整个大梁的荣耀。 皇帝陛下都下旨褒奖, 全国上下都哀悼纪念她。 你一个小嘴妇人, 侮辱她就是侮辱整个梁国, 侮辱当今皇上。 你侮辱英雄为敌国摇旗呐喊, 明日我就到狱前揭发你, 致你一个通敌辱世的罪名。 死人就不要浪费酒了。 还有你, 你, 你们。 我和夫君虽未谋面, 但是与梦中相识, 约定三生。 她为国捐躯, 是我的荣耀。 殉情是不负责任的, 她失去了, 可她的精神还需要传承, 她的父母, 梁国都需要人守护。 我为什么要头脑发热地去自杀? 就为了给你们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好事者, 留一个茶余饭后闲谈的故事吗? 提这个, 你爷爷当年跟随先帝, 圣年而亡, 你奶奶要是自寻了短见, 你爹就得饿死, 还有你在这吃香的喝辣的提这种脑子坏掉的蠢问题。 且不说你们问的问题, 全都是扑风捉影, 你们一没有证据, 二没有调查, 罔顾事实, 胡言乱语。 你们今日回家, 好好问问你们爹娘, 主动领个家法, 别哪天祸从口出, 把父母辛苦打下的家业毁掉了, 死了都得被祖宗踹出祖坟。 全程寂静, 只有我大声的斥责, 终于有人带头哭了, 大碗的酒灌进去, 人是猛的, 又气又恨, 又怕又惊, 站在人群里的白香, 终于跑了出来, 满脸写满了要刀死我。 白糖, 你真是反了天了, 我从来不知道, 你怎么变得这么牙尖嘴利, 你藏得好深啊, 这就是你的真面目, 你今天大闹会场, 你把所有人都没有放在眼里, 你疯了, 你连爹爹都骂了, 你连祖宗都不要了, 白糖, 你完了, 我冷笑一声, 好好打量着我这个嫡姐, 你不蹦出来, 我今天本不想说你, 因为你还不太配, 可是你尚赶着, 那我也回你一碗酒, 你放心我不骂你, 也不会把你这些年, 怎么欺辱我的事说出来, 我就说一件事, 你说你读了书, 气得跳井了, 这是我是不信的, 因为白家的井口只有一尺半, 你那三尺三的腰, 如何跳得进去, 岂不把井撑破了, 说女人坏, 蠢, 当都能忍, 但是说一个女人, 胖, 还是当着半个京城的贵妇们, 白箱手抖地指着我, 翻了白眼, 晕倒了, 好一个伶牙利齿啊, 郡主终于坐不住了, 黑着脸把酒杯摔在大殿上, 你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的亲位, 来人, 呼拉一下, 门外出现一对甲咒鲜明的卫士, 我心里咯噔一下, 千算万算, 忘了所有皇宫贵族, 一品以上, 都有皇帝亲赐的护卫三十人, 白糖, 你这个没有夫君管教的破寡妇, 敢大闹我随心郡主的宴会, 侮辱我就是侮辱皇家, 给我当众扒了他的裤子, 杖则五十, 几个护卫就抓住了我的肩膀往下压, 搜, 搜, 两道利剑穿他们二人的胸膛, 这俩高大威猛的护卫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随着大队人走进大殿的错乱脚步声, 一个低沉向一潭池水的声音传了过来, 本王的王妃, 岂容他人欺辱我对我自己的酒量有绝对的自信, 但是那个威风凛凛凛的俊朗男人就这么活生生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我醉了, 脚有些发飘, 要不是桃枝扶着, 我已经栽倒, 我轻掐了桃枝一把, 他吃痛得嘀呼了一声, 哦, 这不是梦, 鸦雀无声的大殿, 很快爆发出一阵的尖叫呼喊精明, 毫无贵族小姐的矜持和义犯, 尤其是萧随欣叫得最大声, 死去了半年多的成宴, 回来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走过来, 抱起了我, 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大殿, 我已经顾不得周围人吃人的目光, 那目光里, 有惊恐, 有后怕, 更有深深的羡慕嫉妒, 男人的怀抱, 是这样哦, 带着漫漫青草的香气, 可能是骑马的缘故, 马而吃草, 它便有青草的香, 不对, 他一走一晃, 味道更清晰了, 海棠花, 清幽缥缈的茶香, 直到上了马车, 他把我放倒在软榻上, 我依然不太敢直视他的脸, 他却开了口, 躺下, 啊, 我惊了一跳, 心里狂动, 抬眼看他, 都说在外当兵一年到头, 见不到女人, 回来的人看到妻子都如狼似虎, 我有点怕, 嘴巴打了结, 那什么, 你刚回来, 要不先歇一些, 他突然一笑, 扯过我的腿揉了揉, 我是说, 抱着你这一路, 你身体挺得像个硬邦邦的鲤鱼, 活动下免得抽筋, 脸疼得一下, 有点烧, 哦好, 我和他们一晚上战斗, 精神高度集中, 身体确实乏得很, 他揉得很好, 力道恰到好处, 不像个杀伐果断的武人, 没有人说话, 只有车轮发出滚动的声响, 好了, 谢谢, 无比的客气, 也有点子尴尬, 就这么一路, 我们再无半点对话, 我看向窗外, 把这辈子所有的账目, 全都过了一遍, 祈祷时间赶紧过去, 可余光告诉我, 他一直在看我, 目不转睛, 毫不掩饰, 直到车子停下来, 显然到了家, 我慌得下车, 他却先跳了下去, 帮我掀开门帘, 月光撒在他身上黑如铺的头发上, 像是撒了一层银纱, 他双手作衣, 身居一躬, 之前大婚典礼, 成木堂未能参加, 今日特向娘子请罪, 成燕并没有回国公府, 而是带我来到少林侯府上, 我有这里的钥匙, 却从来没来过, 这里的布置, 和国公府的夸张截然不同, 雅致而精巧, 处处偷着藏桌的心思, 嗯, 装修风格撞到了我的心坎上, 很喜欢, 可惜我现在实在没心情欣赏这个, 因为唐银对我实在是毫无保留, 他带我来到宅子, 亲手下厨, 做了几个小菜, 然后平退了所有下人, 对我依依道来这半年来的情况, 原来他却遭到敌人残佈的追杀, 只是他将计就计, 炸死之后麻痹敌军, 然后潜伏突袭敌国皇宫, 竟挟持了敌国皇帝,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他到了酒, 自饮一杯, 梁进连年征战, 虽然我们赢了, 可是他们只是暂时的臣服, 不然也不会有残兵, 袭击我凯旋之师, 他劫持禁帝, 故意不放出消息, 梁进两国人都不知道, 只有禁帝宫内了解情况, 他一把刀, 足以抹掉了皇帝的脖子, 禁帝答应交出国喜, 以表此次投降的真心, 他在我面前, 侃侃而谈, 说得眉飞色舞, 不像个酒味归家的良人, 反倒像个信口胡舟的说书先生, 我不由地偷笑, 怎滴, 娘子不信, 我连忙给他倒酒, 信的, 信的, 只是我不懂这些, 恐扫了侯爷的兴致, 不会不会, 你说什么, 我都是爱听的, 他一杯接一杯, 竟喝得有点多了, 娘子, 你要说很多话, 才能补上这半年的亏空, 亏空, 这俩自我熟, 可没有产业是赔钱的呀, 他却突然捉住我的手, 轻轻点放在他的胸膛, 我说这里, 思你成疾, 实在是亏空得很, 啊, 从政治到言情, 一点铺垫都没有吗? 我有点措手不及, 他捉得我的手都发痛了, 只需要用力一带, 我就会栽入他的怀中, 然后那泛滥的情感, 就会冲破他的胸膛, 落在两唇之间, 没错, 画本都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写的, 我慌得抽出了手, 身体虚一下, 弹跳了出去, 酒杯都碰倒撒了一桌案, 尴尬, 我连忙用袖子沾沾眼角, 侯爷, 我今晚被那些女眷吓到, 到现在惊魂未定, 承宴似笑非笑, 我倒觉得娘子你, 分明是把她们欺辱惨了, 侯爷说笑, 我现在还心有余悸, 哦, 还没谢过侯爷, 要不是你来得及时, 这顿打, 我是挨上了, 妾身实在想伺候你, 今夜恐怕心有余力不足了, 承宴眼神玩味地扫了扫我, 旋即起身, 娘子可能累了, 先休息吧, 那一晚, 承宴去了书房睡, 逃之气地直跺脚, 姑爷起死回生, 我这兴奋都哭了好几场, 你倒好小姐, 把人往外推, 姑爷多好的人, 千年难遇, 跟神仙下凡一样, 小姐你这样像话吗, 合适吗, 太不尽人情, 我拿着枕头砸过去, 让碎碎念的小丫头闭嘴, 我何尝不知道, 今日的一举一动, 明天都会传遍天下, 我会背负很多骂名, 也会伤了承宴的心, 可我是替代白香出嫁的呀, 承宴心仪的也是白香, 哪怕现在木已成舟, 我依旧做不到坦然处之, 钱财我来者不拒, 不属于我的感情, 我分文不取, 这对我不公平, 对承宴更是不公平, 她越是坦诚, 我越是不能骗她, 辗转反侧了一夜, 我打定主意, 明日一早, 就跟她彻底坦白, 我辗转反侧一夜, 天明才熟睡过去, 到醒来竟已经四十了, 果然, 不跟公婆一起住, 人都是慵懒的, 这短短一上午, 三个消息如惊雷炸裂在京城, 第一, 承宴死而复生, 深入嫡朝, 扬大梁国威, 第二, 少林侯夫人白堂, 皇家别院舍战群立, 少林侯承宴英雄救美, 第三, 小夫妻圆房不顺, 长盛将军承宴, 败于床榻之间, 这是哪个标题挡起的题目, 这一下我又到了风口浪尖上了, 其实, 昨天我皇家别院和郡主一干人翻脸,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骑在我头上拉屎, 过分至极, 更重要是我做的生意太好了, 树大招风, 最近就发现有很多不相干的人来找茬, 生意上有点麻烦, 必须把名声搞臭一点, 让他们觉得我树敌过多, 也就不会再追着商骨知识不放, 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 就是等公婆回来, 我好找个避一避风头的借口, 离开京城一段时间, 我想出去这些产业, 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符合我的风格, 如今的变数就是承宴回来了, 我想了, 如果和她坦白替婚一室, 她纵使会生气, 也不太能痛恨我吧, 毕竟, 连她是个死人我都肯嫁, 那也不算什么过分的欺骗, 倘若她真的生气, 我就哭唧唧告诉她对她的仰慕之情, 挖空心思想做她的娘子, 男人嘛, 都有点子虚荣心的, 如果直接修了我, 那我正好卷着铺盖趁机离开京城, 想到这, 我不禁重拾信心, 赶紧穿戴整齐要去见她, 却被告知, 她一早就出门了, 护卫说是什么挨家挨户去拜访同僚朋友, 这么耀眼的人, 还这么懂礼貌, 情商很高啊, 又发现她一个优点, 侯爷要晚膳才回来, 务必让夫人给一个交代, 交代什么? 护卫多一个字都不愿说了, 眼神飘忽不定, 难道是? 承燕知道, 我是个替身了, 很快我就知道。 是什么交代了? 承燕这思, 散了早朝之后, 就闯到昨日皇家别院里, 难为我的, 千金女眷们家里, 挨个敲打了, 据说, 好多小姐都被吓哭了, 他们的父兄唯唯诺诺, 连连道歉, 说是务必会压着不懂事的姑娘, 来府上亲自赔罪。 我夫人喜欢安静, 亲自赔罪免了, 改成赔情礼吧。 哦, 她本性纯真, 是爱金银钱财, 你们问清你们姑娘说了什么嘴欠的话, 该用多少银子赔礼, 务必要让我夫人, 满意。 这一天, 一箱一箱的奇珍异宝, 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我屋子里, 我傻眼了, 真的, 承燕这思特么的是个天才呀, 还是胆大包天的那种。 我扶了她, 她前脚走, 后脚就有好多玉石参塌, 逼迫关身, 抢取豪躲。 无一例外, 全都被皇帝伸斥的伸斥, 仗则的仗则, 毫无顾忌的宠爱, 独一份了。 至于随心郡主, 就被禁足一月, 护卫特权还被皇帝免去了, 就连杜云本来马上要升到户部的她, 被调到汉林院, 成为我爹的副手了。 总之, 这些欺负我的, 承燕一个也没有放过, 除了白家, 她没有动。 我知你不喜欢白府, 可那毕竟是你娘家。 好与不好, 都是他们自己的造化, 但要是因为你过得凄惨, 一时是爽了, 我怕你日后想来, 心里也会难过。 她穿着月白色的长袍, 站在院子里, 认认真真的解释, 我突然就那么的, 有些鼻酸, 这个人真的挺好, 要是和她这么过一生, 也是不错呢。 我被我的念头呼得吓了一跳, 赶紧回头看了堆满屋子的珠宝, 清醒清醒头脑, 再回头, 她已经到了眼前, 近得能嗅到那熟悉的海棠香。 娘子, 你是对我今日的处理, 不满意吗? 很满意, 但是诚艳, 嗯, 我有事要跟你说。 她眼神发亮, 满是期待地看着我。 哎, 我怎么有点罪恶感呢? 先说好, 你听了不许打人, 也不许叫骂。 哦, 这院子里的钱财要是拿走, 可否给我留一点? 娘子,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心一横,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白府二小姐, 和你有婚约的本事。 突然外面传来高和声, 衣着华丽的大太监急步走进来。 皇上有指, 临安王携王妃即刻进宫赴宴。 临安王? 王妃? 我正惊讶于这陌生的称呼。 承宴已然牵起了我的手, 言笑艳艳。 走吧, 进宫吃大喜, 我的王妃。 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还能进宫。 那个威严的, 遥不可及的, 百姓口中敬畏的雄伟建筑群, 就这么层层叠叠地靠近着我。 走过一条长长的永道, 终于来到了新华殿。 这一路, 承宴都牵着我的手, 她温热地守心令我心安。 别怕, 我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就好。 怎么形容进去的感觉呢? 有点像是寺庙, 京城的阎堵寺, 我也是去过两次的。 那大雄宝殿里, 端坐的金身菩萨, 我小时候不敢仰望。 皇帝好像, 比那菩萨还要威严, 他没说话, 只那么高高坐在寓座上, 就压得让人喘不上气。 怕倒是还好, 但紧张是有的。 臣, 承宴携心腹白糖, 给皇上、皇后, 和各位娘娘请安。 她跪, 我便跪。 她起, 我也起。 皇帝一挥手, 一个宫人倒来三碗玉酒, 端在承宴面前。 那碗不算小, 足有二两的意思。 承宴说了巨蟹陛下, 端过一碗一饮而尽。 她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只记住了这句话。 于是, 众目睽睽之下, 我抬手拿过了第二碗上, 也说了巨蟹陛下。 随即在宫人的震惊目光中, 一饮而尽。 等承宴发现的时候, 九碗已经见底了。 大殿里发出了嘻嘻嘻嘻的笑意。 皇帝第一个没忍住, 哈哈大笑了出来。 所有人都跟着笑出声, 一下子严肃到极致的大殿, 破功了。 好好, 牧堂啊, 你这位小王妃, 是个妙人。 这凯旋功勋酒喝得痛快, 果然是配得上你的, 正很高兴, 当赏。 我才知道, 皇帝给有功之臣 亲自斟酒三次, 已是最高嘉奖。 酒, 被我截糊了, 有点丢人, 但这一晚, 我过得很愉悦, 甚至很友好, 和皇家别院的经历截然不同。 这里所有高高在上的人, 疼爱成宴, 爱屋及屋, 也待我很好。 皇帝, 皇后, 各公娘娘都赏赐给我很多东西, 甚至梁贵妃, 都主动拉着我的手, 跟我表达歉意。 皇家别院的事她都知道了, 怪她没管教好外甥女。 我都有点诚惶诚恐了, 整个宴席, 我都被承宴护着, 只是不许我再饮酒。 我才知道, 承宴的功绩已经封无可封了, 她回来当日, 皇帝就已经下了封王的旨意, 即将于明日, 昭告天下。 承宴, 成为大梁第一个异姓王, 我也成为王妃了。 这个词和我联系起来, 实在是有点梦幻。 回去的路上, 承宴突然停了车, 问我要不要走一走, 醒醒酒。 这里有一处很别致的, 跟我来。 她捉住我的手, 步履说不出的轻盈。 跨过石栏, 上了一条梅花小径, 沿着小径往深处走, 不一会迎面是一个石台。 她抱我越过石台, 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 远处赫然出现了一片波光淋淋的江岸。 岸边灯火闪烁, 两岸是那没有宵尽的勾兰瓦斯, 星星点点火光连接到天上, 灿若繁星。 这是, 紫兰江。 紫兰江在京城以东, 怎地在这里竟然能远眺。 承宴把我的斗篷紧了又紧, 都说京都石井, 紫兰江舍我齐水。 我觉得最妙的, 是月夜观江景, 天秀斗白银。 白糖, 你看, 下雪了。 我从没有见过那么浪漫的江, 那么浪漫的雪, 那么浪漫的人。 仿佛一瞬间, 就将我这多年的隐忍不悦, 一股脑地吹走了。 就特别地快乐。 这种心情的愉悦, 是我对金银情有独钟之后, 第一次感知。 承宴看着江, 陶醉其中。 我却看着她,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她的侧脸。 她生得朗目星纯, 男人女相。 随婆母多一点, 真是, 好看哪。 不知怎地, 我心跳得突然好快。 和那日, 她抱我出别院时候, 同样的心跳, 不一样。 她突然转过来, 在我的脸颊上啄了一口。 蜻蜓点水, 却激起惊涛骇浪。 我觉得这斗篷, 怎么那么热呀, 藏着火炉子了吗? 不由地捉着斗篷两边, 使劲扑扑扑扑。 承宴却笑出了声, 一把把我沽进怀里, 让我动弹不得。 怎地, 想把我扇成伤寒吗? 我笑着埋入她的怀中, 就这么在她怀里, 看了很久的江景。 承宴, 谢谢你。 谢我什么? 很多, 谢你有很好的双亲。 谢你给我挣了那么多金银财宝。 谢你带我来皇宫, 让我见识面, 得到那么多赏赐。 也谢你带我真诚, 更谢你是一个好人。 承宴叹气, 好人卡, 不能随便发的。 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件事, 就是进皇宫之前在府上, 我未曾说完的那句话。 哪怕这些东西, 这些美好, 请客消散。 哪怕今日在杀风景, 我也必须告诉她我是替身的事实, 因为我发现, 再不说我就没机会了, 我大概已经喜欢上她, 那日的坦白终是没有说出口。 不赖我, 是承宴堵住了我的嘴, 用她的唇。 我在一些特殊渠道的小画本里, 描写过接吻的戏码, 可真到了我自己这, 整个人就好像只有心脏是活着的, 跳得太过剧烈。 承宴的吻, 很温柔, 可与我而言, 有点烈, 或者说, 有点上头。 娘子, 明日跟我回一趟白府吧, 等回来, 我一定听你好好说完那句话, 我同意了, 如果能当面说清楚, 那是再好不过了。 那一刻, 我做足了迎接一切的准备。 但凡承宴知道真相后, 对白乡有一丝眷恋, 或对我有一丝厌恶, 我都会卷上铺盖卷, 彻底离开京城, 做回我自己, 更好。 临安王挟期败月仗, 京城都轰动了。 承宴搞了很大的阵仗, 背下礼物颇多, 随从人员足有五十人之多。 我知道, 这排场就是做给我爹看的。 果然, 我们还没到, 我爹就带着白家老老少少的 恭候在门口了。 他们穿着最华丽的衣服, 神态恭敬地等候着。 而承宴, 特意穿了王爷的官服, 这也是我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 看王爷的红色蟒龙袍。 到底是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连我看了都想给他磕个头。 果然。 我爹二话不说, 带着所有人就跪赢了。 按照理智, 我爹一个三品, 跪王爷是理所当然的。 哪怕王爷是女婿, 我跟在承宴身边, 享受着他们的跪拜, 恍若隔世。 游记的我那年六岁, 也是这般天寒地冻的时节, 我病得差点死掉。 那是我娘第一次 登白家的大门, 在门口跪了三天三夜。 那时候, 我爹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奶祖母, 还活在人世, 她的味道试感 比我爹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看不起我娘, 甚至都希望 我死在这场病中, 让白家少一点污点。 所以没人理会。 最后, 是跪僵了的娘, 拿着刀子 要自吻在白家大门口。 我爹才出了钱, 让我捡回一条命。 我永远忘不了 那挨挨白雪中 跪地哆嗦的 娘的身影。 如今, 就当你们给我娘跪吧。 我, 坦然受之。 承宴的几句小叙 让我爹喜笑颜开, 他们把我们迎入府里, 上座。 我看到了 大夫人的局促不安, 毕竟, 他曾经对我多不好, 整个白府的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到了, 唯独不见白乡。 皇家别院那时候, 他是晕倒了, 没见到承宴。 可等他知道 承宴还活着的消息, 就整整哭了一夜。 据说, 把房间砸了个稀巴烂, 我都可以想象, 他肠子都毁清了。 这个场合, 他竟然没出来, 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吃饭过程中, 大夫人殷勤给承宴布菜, 旁边侍女一不小心, 就把酒碰倒了, 撒了承宴一身。 这般没规矩的东西, 给我拖出去, 我爹脸上挂不住了。 大夫人一脸谄笑, 是我没有管好下人, 王爷恕罪啊。 还请王爷一步, 随人到后堂, 换一身长服。 我知道绝对有事, 不太想让承宴过去。 可承宴拍拍我的手, 示意无妨, 就起身往后宅去了。 大夫人立刻示意周围的人, 赶紧把我围住, 热情地不采谈话。 承宴不会受到伤害, 白家人不敢, 更不会得罪这位王爷。 应该是创造机会, 让白香跟他单独见面了。 我有点心乱如麻, 口中佳肴, 顿时没了滋味。 我希望他知道真相, 但是不希望他失去自己的判断。 毕竟, 白香肯定会把所有的问题, 全都推在我的身上。 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很难拔出来。 承宴喜欢的可以不是我, 但是他不能恨我。 想到这, 我再也坐不住。 直接扔了筷子, 起身就要往后躺走去。 左右突然来了两个健壮的老嬷嬷, 一把将我左右按住, 又坐回到座位上去。 大夫人脸色已经冷了, 你安心在这坐下。 不是你的东西, 早晚是要还回去的。 一旁爹爹, 脸色也是红白相间, 言语里竟然带着愧疚。 堂儿, 我的好女儿, 你自小最是懂事。 虽然你出嫁之后, 做了很多有辱白家的事情, 但是爹都替你挡了过去。 你放心, 王爷如果知道真相后怪罪于你, 爹一定拼命立保你不受责罚。 你相信爹? 我震惊得无以复加, 简直难以想象, 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还是一窝这样的人。 正在这时, 后堂突然传来一阵哭声。 紧接着, 就见一身长服的程艳大步走来, 后面跟着她的护卫, 手里压着一个 一身凌乱哭的满脸通红的女人, 正是白香。 这次家宴相见, 白香真的让我吃了一惊。 我原以为, 她最次不过是诬赖我, 上赶着抢她的夫婿。 这是我能想到最坏的地方了。 却没想到, 她竟孤注一掷, 她竟脱了解衣勾引成燕。 成燕的眉风如刀, 再无半点笑意。 显然, 被恶心到了。 一进来, 两个侍卫就把白香扔在了地上。 她慌得用衣服把自己裹住, 脸埋入裙摆, 哭得浑身发抖。 这, 这是怎么了? 爹爹胡须都炸起来了, 像一只被踩中几辆的野猫。 岳丈, 你这个大女儿, 竟然误我娘子白糖, 说她给她下了药, 趁着她混沌不支, 才顶替她的位置, 加入我国公府。 这是不是真的? 这是不是真的? 爹爹脸上已然都是汗水, 大夫人却哭着抱住了白香, 自然是真的, 让白糖替嫁, 实属无奈, 并不是有意欺瞒王爷。 只可惜, 我的香儿从小仰慕王爷你, 发誓这辈子, 非王爷你不嫁。 得知王爷的死讯, 香儿差点要训你而去。 王爷你能回来, 香儿高兴地几度昏厥, 她实在是太心仪你, 才会不分场合地说出真相。 王爷, 你要怜惜我这苦命的女儿啊。 我跌跌一跺脚, 跟程燕行了一礼。 王爷, 我白郑辰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只这替嫁一事, 我脸上无光。 白糖她在用心机, 到底也没有害人, 委屈了我一个女儿, 成全了另一个女儿。 我白郑辰糊涂, 哪怕你致我一个欺瞒之罪, 我今天也得说个公道。 我到国公府提亲, 却是替我大女儿白香提的, 并非白糖。 如今, 王爷哪怕修了白糖, 迎回白香。 我也认。 哪怕, 哪怕, 你不修白糖, 将白香添在后宅, 我也认了。 老爷, 香儿可是嫡女, 怎么能屈居白糖之下呀? 你给我闭嘴, 爹爹怒喝了一声大夫人。 只求你看在白糖伺候公婆, 还算懂事的份上, 不要治罪她。 老夫, 这里给你赔罪了, 爹爹说完, 就重重地扣了一个头。 满糖沉默, 只剩下白香和大夫人的哭泣声。 承宴没有看任何人, 目光终于落到我的身上。 娘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不胜唏嘘。 这一场颠倒黑白的大戏, 着实让我疲惫。 我有很多话要说, 有很多委屈要素, 可突然之间, 就一个字都不想说了。 我摇了摇头, 承宴第一次露出了痴笑的表情。 娘子, 我知你不喜欢你的娘家, 如今我才知道, 世上竟有这般厚颜无耻的一窝蛇鼠。 真是咽砸了我的耳朵。 她从袖子里, 拿出了一封信, 交给我。 我有点惊讶, 打开看完, 惊得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承宴拿过那封信, 扔到地上, 交给爹爹一家三口去看。 那信上,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记载了, 当日爹爹下跪逼我替嫁的事情。 每个人说的话, 都一字不差。 这写信人, 就像在当场一样。 爹爹一家三口看完, 都浑身抖如筛糠了。 王爷, 老夫, 老夫只是为了家族荣誉, 糊, 糊涂了。 爹爹开始嚎啕大哭。 我再告诉你白夫子, 白香刚在后面, 表白不成刻意勾引本王, 又在本王茶里下了药, 企图弄假成真。 你真是养了两个极端的女儿, 一个那么好, 一个那么坏。 你不是糊涂, 你只是单纯的坏。 欺君往上, 谋害亲王, 白政臣, 你的罪过足够一三足了。 承燕轻轻地一句话, 对白家人来说, 如洪水猛兽, 所有人都跪倒, 吓得陡如筛糠。 我爹和大夫人彻底崩溃了。 爹爹开始告扰, 见承燕不为所动, 竟然爬向了我, 拽住我的裤脚。 堂儿, 是爹对不起你, 你跟王爷求求情, 只有你能救白家了。 堂儿, 当爹求你了。 爹,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了。 从此以后, 我和白家再无任何瓜葛, 我娘的牌位我会带走。 我后悔了, 她在白家祠堂待着, 一定是不开心的。 白家的血液, 真脏。 我说完就走, 承燕也跟在身后。 可经过白香的时候, 跪在地上的她 突然抱起来攻击我。 白糖都是你, 都是你。 承燕本来就是我的, 也是我求来的, 凭什么果子都被你摘了? 就因为你嫁过死人吗? 承燕喜欢的是我, 是我。 承燕猛然一个巴掌, 将白香扇肿了半边脸。 你们都听好了。 我承燕自始至终, 心仪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现在的娘子, 白糖。 满城女眷加在一起, 也不如白糖在我心中之万一。 至于你, 白香,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污了我娘子眼睛。 承燕说罢, 捉住我的手, 低声问我, 娘子, 可还生气。 我脑瓜子嗡嗡的, 已经没有精力去生气。 满脑子都是她刚才 置地有声的表白。 承燕, 心仪我, 她心仪我。 我和白家彻底决裂, 再无瓜葛, 从此身后再无娘家了。 这本是一件伤感的事情。 可我, 从白府出来之后, 嘴角一直就翘着, 停不下来。 回到王府, 躺在房间我还是总想笑。 生意也懒得搭理, 从未出过错的账目, 竟被我写乱了一个数字。 一连三天, 我实在不能忍了。 讨知, 快给我请个大夫, 我可能得了什么大病。 放心吧, 小姐, 你没病, 你只是恋爱了。 放心吧, 王爷今天就回来了, 你的魂也回来了。 你现在怎么这般放肆, 没办法, 王爷给的利盈太多, 东家应自然腰感应呀。 愤愤然, 那日从白家回去后, 我和程燕在房间待了整整一晚。 哦, 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 我们是聊天, 聊到鸡鸣报小。 她表白了, 我开心得不得了。 正因为如此, 我还是很正经地跟她说了。 当时替嫁的真实想法, 我想找个靠山, 赚钱, 脱身, 自由自在, 并不是因为喜欢她。 我自然是知道的。 你有喜欢的人对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 言笑艳艳得很, 仿佛胸有成竹。 我却彻底震惊了。 连我娘都不知道啊。 我确实有喜欢的人。 我陈吟终于点头, 我是有喜欢的人, 却不是真实存在的, 是我梦里的, 画本人。 那是一个做了很多年的梦。 一棵巨大的海棠树下, 有一个人长衣直立, 看不清她的容颜, 却能和她对话。 她给我讲很多故事, 讲很多新奇的事, 足以让这个世界癫狂的事。 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我为了见她, 甚至常常白天高卧。 后来娘死了, 我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也没有机会。 和娘说这件事, 但承燕怎么会知道? 她看着我, 笑得意味深长。 你你你, 我我我, 啊啊啊。 我再一次从凳子上弹起来, 呼吸急促地差点缺氧。 她竟是我, 梦中的, 海棠树下的, 那个人。 承燕不属于这个大梁, 或者应该说, 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她还有很多另外的身份, 她说她做过书生, 也当过皇帝, 甚至还当过山匪。 只不过,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我。 她爱了我太久太久, 我不是很听话, 调皮, 总是爱跑, 跑迷了路, 就忘了她。 你娘死之后, 找到了我, 给了她一个大帛溜。 她说, 如果再把你弄丢, 她做鬼都不会放过我。 嗯, 我娘爱打人, 我也没少挨她大帛溜。 好吧, 我信了。 于是她这次把未尽的事做完了, 才回来娶我。 临时出了意外, 她其实传消息给父母, 让他们主动推迟婚约。 可我这公婆, 也很个性。 为了检验我是不是儿子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毅然决然地提出驾灵牌。 当时成燕在敌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气得差点抹了敌国皇帝的脖子。 还好, 命中注定就是你。 我终于明白了。 成燕回来这么多天, 为啥疼她如命的公婆, 却不见踪影了。 原来是怕儿子秋后算账, 躲了。 你还记得那天江边赏雪, 你问我的问题吗? 是个敏感的问题, 关于异姓王的问题。 我确实说出我的担忧, 自古以来异姓封王并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委婉地想让他辞掉王位。 我当时说我死不了, 是真的死不了。 白糖, 你真的很不一样。 见识格局都胜过一般的男子。 你所有的画本, 我都读过各种小渠道的, 摁各种姿势的。 我蹭一下红了脸, 他终于伸展了腰肢站了起来。 娘子, 咱们再不抓紧时间, 明天为夫的笑话 可又得传遍大街小巷了。 我一愣, 什么笑话? 小夫妻圆房不顺, 长盛将军程艳再次败于床榻之间。 我羞红了脸, 红竹被吹灭, 床杖徐徐落下。 后继, 白府并没有满门抄斩, 程艳只是吓唬吓唬他们。 但是我爹确实是一蹶不振, 白家开始凋落。 白乡封了一段时间, 终于还是嫁给了杜云。 据说成亲之后, 他处处拿着程艳给杜云作养, 杜云也封了。 好吧, 绝配。 公婆回来了, 带回来三车的礼物, 全都是给我的。 第一件事是要求我, 给他们儿子说好话, 不要怪罪他们的擅自做主。 恐怕是最卑微的公婆了。 梁晋不再打仗了, 百姓们安居乐业。 程艳也辞去了将军之位, 成了一个逍遥王爷。 而我呢, 把生意做到了大江南北, 开了一百二十个分号, 开通了良进贸易, 使得两国更加富足。 最重要的, 我的画本畅销天下, 尤其是以程艳为蓝本, 写的一本梦幻言情本, 成了两国少男少女 争相追求的高雅作品。 我收到不计其数的信件和表白书, 这让程艳大吃其醋。 再后来, 我和程艳逐渐老去, 她开始带着我往别的世界走一走。 天下百姓称我为白二娘, 敬见了很多庙宇, 敬相朝拜。 他们说, 我是财神仙女转世, 真正的龙张奉姿, 大跪之相。